所以我們就要請儀禮告訴我們 就是這些東西 其實不可能都不吃 那要吃的話呢 有沒有排行前三大 是最好不要去碰它的 有嗎 我跟你講 我今天在想這個前三大 我思考了好久 就實在是太多那些 就小朋友 真的不太建議吃的東西啦 但是呢 像這個洋芋片 這個其實是屬於 就是屬於熱量很高 油脂是不好的油 再來就是說 它幾乎沒有營養價值 所以它三個都中 它三個就是 三個壞處它都中 所以洋芋片 我真的是不太鼓勵小朋友來吃 再來炸物的部分 其實可以稍微替換 剛剛蘇瑋茨有講 因為難免小朋友還是要吃一點 那第一個 你炸物你要好吃 你一定是要香嘛 那香的話 你油一定會放得比較多 那相對外面 比如說外面的炸薯條 那它一定是油膏 鹽一定會高 因為它有些時候 不是給小朋友吃的炸物 它是給大人吃 可是它小朋友在旁邊 它就給它吃 辣含量太高了 對 它就會養成它吃鹹 吃油的一個口味 那如果說媽媽 她自己在家稍微 自己用一個果粉 去炸個地瓜 那我覺得小朋友要吃 偶爾來個 來個一 兩條炸地瓜 其實也沒有到那麼嚴重 到說所謂都不能吃 然後第三個含飲料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 我覺得比炸物更危險的 一個東西 台灣隨處都有搖搖杯的店 對 而且其實它是一個 如果說 像小朋友很喜歡什麼口味 你知道嗎 比如說小朋友很喜歡草莓口味 有沒有很喜歡葡萄口味 那你真的去打了一杯葡萄汁 你是沒有味道的 那你為什麼外面賣的搖杯 有一些味道 它有味道 它一定是加了一些 所謂的香精 或是有一些色素的部分 去讓它味道提升 再來讓你的果糖的量增加 讓它好喝 那這些對我們大人來講 我們肝腎可能比較堅強一點 可能比較容易排泄出去 可是對小朋友來講 它是不好代泄出去的 所以其實這個很容易 影響到小朋友 尤其是你點的顏色 特別提醒 小朋友最好不要點顏色很怪的 比如說青綠色 青蘋果的那種 葡萄飲的那種 或是說那種 比如說像草莓的 它其實如果它的價錢 是比較低的 基本上它都是用 比較是偏色素的 就色素 想及一點營養成分都沒有 對 如果你真的要喝 比如說你在外面搖杯 要買小朋友的 你會發現你就算珍珠奶茶 它還是有茶 其實小朋友根本就也不適合 你點一個以牛奶為基底的 我覺得倒是還是可以 比如說你們出去玩 你真的小朋友要喝 你就點一個以牛奶為基底的東西 那比較有茶飲的 對 是 好 所以珍珠奶茶 那個奶不是真的奶 珍珠奶茶有分價格高跟價格低的 如果是價格低的那個就是 比如說現在以 它叫拿鐵啦 拿鐵珍珠還是什麼的 對 那個就是以奶精 奶精就不是奶嘛 就不是奶 而且它是凡是脂肪酸 就是說不好的一個油脂 小朋友吃的就是你想要吃 智商確實也有 不只是心血管要智商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喝的 你是加鮮奶 那我倒覺得還可以 可是鮮奶有個問題是 現在要提供的是全脂的 怕小朋友可能喝過多 導致肥胖的問題 因為現在這些手勞杯飲料店 跟咖啡店不一樣 咖啡店都有脫脂跟低脂的選擇 可是手勞杯都沒有 我覺得餓的部分炸物類 現在其實家長可以考慮 一些變化的料理方法 像最近這一兩年超流行一個 烹調用具叫氣炸鍋 他們就發現用氣炸鍋去炸薯條 其實也有幾分神似 所以如果你小孩真的很想吃 你就是用烹調的方式去做一些改變 有時候也做得出很像炸的東西 那氣炸鍋它是用什麼原理 它用物品自己自身的油來烹調 所以不用加油進去 然後炸出來就很像炸薯 不用再加油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方法 就減掉額外的油脂 那含糖飲料的部分其實除了怕糖之外 因為他們說小孩口味的養成 是五歲之前就養成了 所以如果你那麼早就開始吃甜 就一輩子就掉掉了 所以為什麼這麼在意 他把它排這麼前面 就是這真的很可怕 他一輩子都愛吃這麼甜 是 好 所以如果迫不得已 一定要吃的話 這三個盡量少吃一點 就是這樣子 好 來 再看到下一個 咖啡可以防止肩頸酸痛 咖啡可以防止肩頸酸痛 來 王醫師 其實這邊的報告 它本身是挪威本身國家自己的 這個是挪威自己 對於國內的民眾的研究 上班族不會有這種現象 他是說上班前喝一杯咖啡 可以防止肩頸酸痛 我們常說這種酸痛的部分 其實上班族大概這個部分 多多少少都會有 那是因為挪威的咖啡公司 想出來的一個報告嗎 這個我們不知道 它本身的贊助廠商 或是它本身的研究範圍 應該是挪威的健保局 想出來的 那其實上班族有肩頸酸痛 或是有下背痛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非常常見的 我們常說其實這些 早上起來很多人就是無精打采 當你無精打采 我們常說其實 當你情緒比較低落的人 你對痛的敏感度 基本上就很容易 很多有痛的感覺 我們常說其實很多憂鬱症 輕度憂鬱症的初期表現 都是以酸痛來表現 所以當你有這些酸痛的感覺 你讓它有點提神的效果 你會把這個提神的效果 讓你有一點點忘記了 這種酸痛的部分 是 其實基本上我們常說 其實咖啡這個東西 其實它本身的好處 其實基本上是不多的 為了這個肩頸酸痛去喝咖啡的話 基本上有可能 把其他的副作用給引發出來 引發出來 對 所以喝咖啡的副作用有什麼 常說咖啡本身它是一個刺激物 對腸胃不好的人 尤其是有消化性潰瘍的人 他本身一定要注意 本身如果有一些心血管的話 其實喝咖啡也會讓血壓會升高 本身這話就是要特別的小心 所以最近我們常常對咖啡 開始有所謂的紅標 綠標 就是每一杯如果含咖啡 300毫克以上的話 它會貼個紅色標籤 如果是在100以下的話 要貼個綠色標籤 就是告訴大家 一個人每天 當中其實 其實咖啡的量要現在300以下 是咖啡音 不是咖啡量 不是300以下 是咖啡音 有可能你喝這一杯咖啡 只有150CC 可是它的咖啡音 有可能達到300毫克 它是個紅標 所以廠商現在都要標紅 黃 綠 等 所以是不是黑咖啡的 咖啡音含量比較多 咖啡音不一定 對 不一定 之前北一有老師在研究 他們發現跟所謂的 第一個咖啡豆的品種來源 在你烹煮的一個時間 萃取的一個方式 其實它是會影響到 它咖啡音的量 不見得是說 怎麼樣的方式會咖啡音 可是很多上班族 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 買一杯咖啡 當然 而且現在其實 咖啡真的能治疼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喝咖啡會頭痛 確實是如此 因為現在大家已經很像我自己本身 我幾乎一天一定是一到兩杯咖啡 所以又很明顯的 真的到禮拜六日就頭痛 好像因為沒喝 所以這種是心理作用 還是真的是生理上的問題 其實素心有點 已經類似有點咖啡音中毒 就它平時就會有習慣 這個咖啡音 維持血管的一定的收縮 當然到禮拜六 禮拜天 這個收縮沒有了之後 就會引發頭痛 所以我們常常為什麼 衛生署會來強調說 為什麼我們要把咖啡音做標示 就是因為 如果以廣義而言 咖啡裡面的咖啡音 其實就跟類似抽菸 有眼影基本上是一樣的 會上癮的嗎 對 會上癮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 癮頭人越來越多 所以到處台北市 林立的咖啡店 所以它的商機是無限的 一天的咖啡音含量是300毫克 對 300毫克 那有一些研究發現 一天如果什麼叫上癮 就是一天如果是五杯 但是那個杯它的量很少 它一杯大概只有150CC 所以五杯就是大概是750CC 不過才一杯20杯 如果你的量已經 我喝兩杯 到750了 這就幾乎可以稱作是 咖啡音上癮了 所以身體是一個負擔 有沒有什麼負擔呢 沒有 相當好 而且還睡得很好 其實我發現 每個人對咖啡音的反應 是不一樣的 像有心人士只要下午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他下午就不能喝 任何有咖啡音的東西了 因為下午一喝完 他就不用睡了 可是下午我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是 就是不喝不行 像我是聞到咖啡味 就開始心悸 更不用說去喝一口咖啡了 所以我這一輩子 沒有喝過一杯咖啡 但是 活得也很好 據說現在 也沒有肩進痠痛 很奇怪 對啊 是沒跟體質不一樣 真的 體質 而且咖啡最近幾年 越研究越來越多 它其實好壞都有很多 好壞 要人說可以防癌 還防老人失智呢 我是不是超需要的 那我繼續喝吧 不要再說它不好 但是喝多了啦 喝多了還是 對身體會有一些負擔的 的確 我們發現就是說 在發育中的兒童 或是懷孕的婦女 或是說產婦 或是說你消化到不好的 尤其剛才提到睡不好的 這個失智症 我們不講這個 睡不好這一塊 就是你有睡眠障礙的 就絕對不合適 我們也知道 骨質疏鬆的人 好像都跟咖啡做一點連結 不過現代醫學研究就是說 這個咖啡並不見面 會造成骨質疏鬆 可是會造成我們 骨質裡面的 鈣質大量的流失 所以這個咖啡 它當然就是說 對一些有心血管問題的 也要注意 我剛才提到 蘇瑋提到會心劑 可能就不太適合咖啡了 以這個說 這個北歐做這個咖啡 對肩頸酸痛 我認為它假如做一點安慰劑 像我們中藥的絕名籽 它有類似咖啡的味道 有 對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有放鬆的 像我本身就是 一個禮拜會兩三杯的咖啡 可是我會兩三杯的絕名籽 我覺得這裡面有放鬆的成分 因為像我聞到絕名籽 我就會很放鬆 所以我肩頸酸痛也沒有 頭昏腦渣也沒有了 但我想它是歐洲人 他們很強調放鬆 所以它是放鬆之後 這酸痛就比較沒有 應該不是咖啡這種安慰劑的成分 是 好 所以我們真正要來肩頸放鬆的話 其實有我們自己的方法 不用去聽挪威人的方法 那我們自己的方法是什麼呢 剛好 女孩子被操作這個 很容易這個 對復刻的 不然就沒有 對 這個 對子宮的內分泌是有影響的